你知道15本兵种新等级的外观都有什么变化吗 真的都太帅了 尤其是胖子和亡灵就像换了个兵种一样 那咱们今天就一个一个的来看 现在请15本的野蛮人大军入场 迎面走来的是一群水黄色的野蛮人大军 野蛮人在15本是来到了恐怖的11级 来对比一下14本的10级野蛮人 可以看到野蛮人明显是变得更大了更黄了 那你们觉得左右哪个野蛮人更帅呢 下一个咱们来看弓箭手 迎面走来的是弓箭手方队 弓箭手在15本同样是来到了11级 每一位弓箭手都是粉红色的 而且全都是亮晶晶的 和14本对比一下这个外观变化的也太大了 不知道你们觉得左边右边哪个更好看呢 下面迎面走来的是炸弹人大军 炸弹人呢在15本同样是加了一级来到了11级 对比一下14本 好像是14本的一个炸弹人手里就拿着一个炸弹 但是15本这里呢一个炸弹人手里抱了两个炸弹啊 那这升一级伤害不是加倍的吗 看一下升级数据 啊多拿一倍的炸弹就加这么点 这这不合理吧 然后咱们来看看14本的法师方阵 紫色的法师普普通通 然后我们请15本法师大队入场 15本法师呢是轻一色的大红袍 呃虽然升到11级伤害没加多少 但是看着这个皮肤是完全不一样了 那你们觉得是左边的更好看呢 还是右边的更好看呢 那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这是14本的胖子 请好好地看见他们 记住他们现在的样子 然后请15本的胖子大队入场 这是完全是大变样吧 这是加一级吗 这是五人口的兵种能有的体型和外观吗 这个是超级胖子吧 哎不对 超级胖子是长这个样子 比普通胖子还要差远了 能不能给超级兵一个面子 好了 那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五个15本兵种的新等级 哪个看起来变化最大呢 另外15本还有五个别的兵种有新等级 就放在下期视频介绍吧 兄弟们可以先来个三连 好了 我是贪雷 对波罗士兵感兴趣的也可以点关注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